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 要以礼待人 谦让大方 以至于长大以后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 宁可自己多吃点亏 也不愿麻烦别人 一旦让别人感到为难 就觉得万分过意不去 总想着找机会急于弥补 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不能琢磨 琢磨就是折磨 任何一件事 你使劲去想 就会发现很多瑕疵 总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你回过头来 再去看曾经的问题 你会发现 曾经的自己 没事找事 自寻烦恼 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生活的压力很大 如果你的脑海里还存在无尽的烦恼 那么你的生活就更苦了 烦恼天天有 不减自然无 学会做一个无情的人 才能做到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有道是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才能过得更自由 内心更安宁 今天 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余生做个无情的人 无情才不会被情所伤 多情总被无情伤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他们大多愿意为了一个情字赴汤蹈火 而当自己的深情得不到相等的回报时 他们就会深感委屈 黯然神伤 有人说 人生最美好的情感 就是初见识的情感 当我们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会发自内心地去欣赏他身上的优点 因为与之还不太熟 所以在交往时 也会自觉地保持界限感 不求回报地为对方付出 可是 一旦两个人的关系太过深情 我们往往就会忽视了界限感的存在 以至于常常会在无意间 做出触碰对方底线的事情 让对方难堪 同时 我们也会因为别人没有付出 与我们同等的深情而心生怨恨 正所谓情到浓时 情转薄 深情之后的冷淡 常常最伤人心 所以说 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 宁愿要做一个无情的人 人到中年 如果你还看不透感情 还会和别人纠缠不清 那么你的家庭再好 也会毁掉 也感觉不到幸福 人这一生最麻烦的事情 或许就是爱情 因为爱错了人 又不懂得转身 因此一直在爱情的漩涡里团团转 遇到爱而不得的人 分开一分钟 思念六十秒 不知道何日是个头 还有 婚外的爱情固然美丽 但是也有副作用 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绝情的人 那么爱情会困扰你的工作和学习 甚至让你每天活在诚惶诚恐之中 亲情 朋友情 同学情 同事情 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困扰 比方说 亲戚朋友找你借钱 你不好意思拒绝 就把钱借出去了 若干年以后 你的钱收不回来了 只能忍气吞声 活得很郁闷 感情很多时候会变成感情牌 成为人与人相互利用的筹码 真正活得好的人 懂得拒绝别人 放下了面子 也许会让别人不高兴 但是自己的利益不会受损 换一种角度来说 就是取悦了自己 无情才能活得精彩 后汉书《猎女传》里 有一个乐阳子妻的故事 一个叫阳子的人 在路上捡到了一块金饼 回家交给了妻子 妻子却用 至世不饮道权之水 连者不受接来之时的道理 让养子觉得羞愧 后来养子外出学习 因为太思念妻子 半途就回家了 妻子却用 若忠道而归 何以断思之乎的道理 让养子继续外出求学 养子外出七年 终于学有所获 人到中年 想要有所建树 就应该狠狠地逼自己一把 好男儿志在四方 逼着自己外出创业 求学 这样的事情 虽然很无情 但是你事业有成之后 一定会感激 曾经拼命的自己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对自己无情 就是逼着自己吃苦 咬紧牙关 坚持到最后 除了对自己无情 还要对儿女 父母 时间 习惯 爱人 亲戚朋友 无情 对儿女无情 是逼着儿女 独立成长 儿孙自有儿孙福 父母是儿女的引路人 但是不能代替儿女 去奋斗 人到中年 不能溺爱儿女 而是逼着儿女 养成好的习惯 坚持独自学习 独自赚钱 儿女能够管好自己 家庭才会越来越兴旺 对父母和爱人无情 是一种离别家庭 苦苦赚钱的过程 等自己赚到了钱 一家人再相聚 再庆祝 生活就真正好起来了 带着一家老小 去外面混日子 压力会很大 也会不自由 你要相信 无情的日子 是暂时的 无情 也是为了更有情 对时间无情 就是严格控制时间 把所有的时间 都高效利用起来 不浪费时间 人到中年 时间很贵 不能浪费 等你到了五六十岁 还在浑浑噩噩过日子 那么你就真的 没有时间奋斗了 对亲戚朋友无情 会让你摆脱 无用的社交 人到中年 有那么几个真心朋友 就足够了 你交往的圈子越大 反而越烦恼 对自己的习惯无情 会逼着你养成 良好的习惯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人在社会上混 要汇聚正能量 要有成为 中流砥柱的意识 好的习惯 会让你自然而然地 走向人生的巅峰 无情才能找到幸福 有一句电影台词 幸福就是我饿了 看别人手里拿了个肉包子 那它就比我幸福 我冷了 看别人穿了一件后棉袄 它就比我幸福 我想上茅房 就一个坑 你蹲那儿了 你就比我幸福 幸福很简单 可是我们却感受不到 因为我们的心中有欲望 人比人气死人 你和身边的人比较 你总是不会幸福 感受不到自己有多好 做一个无情的人 把别人当成别人 把自己当成自己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幸福自然来 很多事情既然无法改变 那就主动接受 而不是抱怨 比方说老天爷要下雨 你管不着 只要记得带伞出门就好了 如果临着雨走路 也是别样的幸福 无需懊恼 梅子和小童 既是工作上的同事 也是童租一间房的室友 两人曾是一对 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她们曾亲密到 共穿一条裙子 双方都曾认为 她们之间什么事情 都是可以共享的 后来梅子谈了一个男朋友 小童就为梅子出谋划策 告诉梅子 怎么穿衣服 怎样才能使自己变得更漂亮 怎么与男友相处 才能够使男友更爱她 有一次梅子与男友吵架 回到房间后 闷闷不乐 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小童看不过 就出门找梅子的男朋友 想为自己的姐妹出气 梅子觉得小童很仗义 有这个朋友真是值了 直到小童与梅子的男朋友 谈起了恋爱 梅子才发现 原来她一直最在意的姐妹 才是伤她最深的那个人 梅子收拾行李 准备搬出与小童的合租屋时 小童对梅子说 其实这件事不怪我 只是你太任性 所以她才会和你分手的 梅子淡淡地说道 是的 这件事都怪我 都怪我对你太好了 你才不懂得在乎我的感受 说完这句话 梅子提着行李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后来每次对所有人都以礼相待 用礼貌保持和别人之间的界限 她再也不愿意和人 共穿一条裙子 因为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有薄情之人 才不会被情所伤 心理学上 有个著名的豪猪理论 天冷时 豪猪为了相互取暖 往往彼此间贴得很近 然而 当他们贴得很近时 彼此就会被身上的刺所伤 所以 双方只有保持一定的界限 才能够既保持温暖 又不至于被对方刺伤 当然 做一个无情的人 并不是做薄情寡义的人 更不是做算计别人的人 冷血的人 而是学会控制感情 学会跳出感情 看感情 越活越简单 做一个无情的人 可以摆脱感情的困扰 也能减少外界对自己的干扰 从而 能够专心致志 做自己的事情 能够逼着自己适应环境 引导家人 各个独立 人到中年 恰是无情 最有情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